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和大家分享 我能快乐工作吗 有一篇文章说到 有人说 一个人能够做你喜欢做的事 就是人生中最快乐的事 但是多年以来 我们却发现事实好像并非如此 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固然是会感到快乐 但却无法持久 唯有当一个人能够喜欢你所做的事 你的快乐才能持久 文章中提到一个故事 在纽约市有一个将要退休的下水道巡查员 当时的市长和州长都亲自历领 并主持这位巡查员的退休晚会 原来是这位下水道的巡查员 在他任职的三十四年以来 从来没有请过一天假 即便是圣诞节 他都仍然尽忠职守地巡视下水道 当天记者在晚会上询问他说 下水道的环境阴暗思冷 味道又难闻 你是怎么坚持地下去的呢 他回答说 这里的电线 电缆 地铁 一切都在地底下 只要一台抽水机短路 海水淹进来 其他的抽水机就会跟着短路 一旦停电 整个城市就会直接停摆了 因为我肩上扛了纽约几百万市民的货福 所以我不敢懈怠 当我明白我的工作是如此的有意义和价值 自然就不觉得下水道臭了 亲爱的朋友 你喜欢你手中的工作吗 你是否也能够看见你的工作有何等大的意义和价值呢 如同故事中的下水道巡察员 他的工作性质和环境 以一般人的眼光来看是很难喜欢上这份工作的 当然更不用说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去了 然而这位巡察员却能够用不一样的眼光 看待自己的工作 明白自己的使命 最终赢得市长和州长的敬佩和尊荣 在圣经中有一句话说 在一切劳碌中享福 这也是神的恩赐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每一个人的工作都是上帝的祝福 因为上帝的心意是使我们 在劳碌的工作中享福 更在上帝的祝福中来工作 当你在上帝的祝福中工作 你的每一天都是带着热情跟使命来工作 每一天都能快乐地工作 亲爱的朋友 幸福的秘诀不在于喜欢什么就做什么 而是在于做什么就喜欢什么 一个人对工作的看法、想法和价值观 会直接影响他对工作的喜好、喜爱和成果 当你能够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你的工作 你必能在你所处的位置和环境中 找到热情跟使命 上帝一定会带领你在不同的领域里脱颖而出 迈向成功 今天愿上帝赐给你一个全新的眼光 来看待你的工作 使你在工作中再次找回热情与使命 带着上帝的祝福 有最正确的工作态度 有高品格的工作伦理 有高尚的工作动机 有快乐、热情的工作情绪 有高品质的工作成果 在你的职场当中居上不居下 作手不作为 然而扣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 亲爱的朋友 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 邀请您于YouTube频道搜寻 心灵蜜豆奶并按下订阅 领受更多祝福和生活的智慧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为主持的早安EasyGo直播 环宇电台、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夏凯纳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